这个地方比较麻烦的就转型 所以有STR 两个 然后尾巴记得要把这个多余的换行拿掉 这样的话输出结果就会是一列 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1乘1等于1 然后一个TAB键 然后一直到1乘9等于9 一个TAB键 可是接下来要做什么 接下来就变成2了 所以你会发现2的部分 其实跟1有很多相似之处 哪些地方相似 后面的这个1模一样 后面的部分只有前面这个数字 它变成2了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用一种做法 就是直接在什么 在这个回圈的上面 再增加一个I回圈 所以很简单啊 我的做法是1先把它Enter一下 多一行2的话呢 把4J把它复制上来 然后改成I就可以了 但是记得 因为这是两层回圈 所以记得上面那一层是第一阶 所以下面这两行 记得就要把它放到它的下一阶 下一阶记得怎么下一阶 也还记得吧 就是你把2跟3行选起来之后 按个TAB键 TAB键的话呢就是下一阶 这个跟POPON也蛮像的 你说老师那如果我 这个叫缩牌 可是如果我要凸牌 凸牌就回去的话 就是叫什么 Shield加TAB Shield加TAB就是 叫做凸牌 按TAB就是缩牌 这个概念呢 跟Word 然后POPON也其实都一样的用法 OK 那记得 拍照里面的这个缩牌 是绝对必要的 你没有缩牌的话 那程式就会出错 OK 因为缩牌呢 是程式的一部分 它的规则里面就是一定要缩牌 OK 那这个缩牌 其实主要是什么 以前如果你学过Java Java里面有很多的大瓜糊 有没有 那那个大瓜糊主要是要 定义说这个程序 哪一个哪一个 那现在因为呢 Python我觉得感觉很简化Java来的 感觉蛮多题都相似 然后他就是把那个大瓜糊 改成用这个缩牌 来当成是程式的架构 我觉得这还蛮聪明的 因为这样就不会有很多的大瓜 OK 大概知道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上方加了一个forI 那这个I的话 主要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呢 把原来的1 有没有 刚刚那个1的部分 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把原来的1 改成2 改成3 一直到改成9 有没有 所以呢 如果我假设要做这件事的话 那很简单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个E 有没有 那这边有个E 那也就是说把这个E 改成I就可以了 然后呢把这个E 也改成I就可以了 那其实后面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后面这个本身 它就是包在这个什么STR里面 那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字吧 所以你就直接改I就可以了 这地方改应该比较简单 那比较难 那比较难 这个应该比较难 不过也不难 就是把E拿掉 release掉 然后呢前面再串一个I 串一个I I加上 有没有 所以I加上一个乘号 然后再加上一个J 那再加上等号 那相乘的结果 可是有没有发现 如果现在执行 应该也是错 为什么错 因为I是什么 它是一个整数 OK 那因为后面是一个文字 所以 这个一样要做什么 STR OK 所以这边你会不会很讨厌 一堆的STR OK 一直要转 所以 瓜糊起来 这样子就OK了 那你说 那可不可以 这个地方不要一直转型 其实可以 如果你要简化 你可以用format 后面有一个更简单的写法 你用format 用format的话呢 那这边呢 就不用三个转型了 一个format就可以搞定了 那怎么做 等一下再看 format还蛮好用的 OK 尤其是你很长一串 里面一大堆变数 那就用format最简单 这个可以把它 待会我们再讲 那这样 写完了 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是把 这个改成 i 这个 一一改成 i 其实没改什么 好 序一下 所以就是加这个 然后把这两行 按tap键 然后这边加一个i 这边加一个i 好 OK之后的话 那再来 这个画面比较 比较 解析度不高 所以我把它拉过来 执行一下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的结果 似乎好像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变成说 有一个情况 好像目前这样应该OK 可是如果把它再拉宽一点点的话 那你会发现 欸 不对喔 1的部分OK 那2的部分呢 它就直接就接在哪里 直接就接在 第一列的后面 它并没有换行 有没有 那3的部分呢 也直接接在哪里 直接接在2的后面 所以呢 这个地方最后还差一个什么 换行 也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什么 第一列跑完之后 换行 再换第二列 换行 再换第三列 不然的话它目前的状况 是全部串在一起 就对了 它没有分 分开了 OK 所以呢 最后呢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你希望呢 它能够跑完 这个 所以其实你说那怎么办呢 你就是在这个后面 Enter一下 在这个地方再加一行就OK了 那记得加在哪里呢 加在这个4J的前一个缩牌 你不能放里面 因为如果你放里面的话 它就会输出Enter 一直Enter 那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在J的同一阶 表示说呢 1到9 跑完之后呢 它出来之后 它做一个换行 那换行的话 其实蛮简单 因为print本身就是换行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打一个print 小瓜糊 小瓜糊就可以 你说老师 那小瓜糊里面不是应该放东西 没有 不用放 为什么 你什么都没放就Enter 因为它什么都没输出 它只要看到print 它就是出出一个换行 OK 所以里面不要放任何的资料 它就会直接就等同是一个换行 OK 你说老师不是直接就是 之前换行不是反斜线Enter 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print再加反斜线 变两个换行 OK 它print本身就换行 你在家反斜线变两个换行 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你说老师 试了就知道了 OK 然后两个换行 输出 有没有看到 老师对了耶 那问题 变两个换行 为什么 因为你print了一次 它就一个换行 那你在这个里面 又给它加一个反斜线 反斜线换行 就变两个换行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要正确的话 其实就是怎么样 直接在这个4回圈的 下一行 让它突排 就是跟这个追回圈是同一阶 等于是说4J跑完一次之后 它离开了 离开就这一个 然后就换行 里面的话就不要加那个东西 这样应该OK的 把它拉窄一点 可以仔细看一下结果 应该就没有错了 这边的话应该就自动加一个换行在这里 所以它是1到9跑完之后 它print换行 换到这边 那这个时候I就变成2 然后J又1到9 然后最后得到尾8之后又换行 这样子程式 99程度表很快就写出来了 OK 应该不多吧 看起来好像程式很复杂 没有 应该不难吧 所以呢 只要在上方再加一个I回圈 然后把这边改一下 改一下OK 你说老师那这个地方如果不转行 我可以把它改成用formate来写 可以 怎么写 你们先试试看 更简单 所以之后的话我是建议 如果你一大堆串接 你可以用formate来做 甚至你formate写完之后 还可以把它改成简写 你们还记得 上个一半才写 把formate改成小f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改成简写了 OK 那程式 我是觉得Python很厉害的地方 程式真的可以变很精简很短 如果用别的语言写 就会写一大堆 如果你用Java写一样的东西 看了就觉得好烦 光第一步你就要宣告一大堆变数了 没有一大堆两个 你可能就是要先宣告一个I跟J 然后形态要告诉他 然后才能开始写 里面有一大堆大瓜 不然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程式贴在chargbt 请他帮你转成Java 你就知道Java怎么写 因为chargbt 很简很很厉害的功能就是帮你 转逸程式 这个是他一个很厉害的功能 而且我觉得转出来的程式 基本上也不会出太多的错误 OK 那你们可以先把这个先写出来 待会想想看 把它再改成 我们用FOMAS来试试看 FOMAS上有没有讲过 OK 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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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